请节目 祝福公司协力后车亭任养启动作业圆满顺利 各位请留步哦,我们一起合根影 位在基隆城隍庙前方的公车客运后车亭 是基隆海洋城市异象的重要门面 因此基隆市政府特别跟知名汽车品牌LASUS合作 由企业任养后车亭 银灰色的后车亭视觉外观 展现国际品牌的质感 干净明亮的后车环境也让民众相当有感 就变得比较不一样,也变得比较好看 那以前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感觉 就脏脏的 那现在呢 现在就干净了,然后有点现代感 对啊,有不一样啊 以前是 就是木头仪啊 现在感觉 还算不错 我不是单车,我是贴在这里坐着而已 那你在这里休息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这样看起来漂漂亮亮的 可以啦,蛮漂亮啊 这次的城隍庙后车亭任养活动 由市政府交通处规划接牌仪式 在市长谢国良的规划 与副市长邱佩玲的引介下 由知名汽车品牌共同来合作任养 透过公司协力提升基隆的公共空间品质 受到辅惠的高度认同 很高兴跟Lexus联名合作 由Lexus来任养我们城隍庙站的公车站的一个设施 那非常感谢他们把他们品牌的质感跟一个设计 都融入了我们现在基隆的一个特色 那另外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未来在海洋广场、国门广场、演艺中心等 我们未来都希望能够打造更多的亲子、娱乐、商业的内容 能够让观光客也好 能够让外线市的旅客人 让本地的市民朋友也好 都能感受到基隆带给大家的欢乐 那当然在融入这个品牌所带来的异象 所以我相信是一个双赢 而且更重要是基隆的门面 因为刚好海洋广场的对面 那当时市长很希望它变得更漂亮、更国际化 所以想到了就是Lexus最好的品牌 那我觉得最主要是要介绍这个当中 大家看一下这个背板 我当下道具 你看这它为了防止刮伤行人 所以它做了一个这个设备 这里 这边它的用心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担心很多这个游民可能会在这边睡觉 所以又多加了一个这样的把柄 那这个高度我们本来原先设计是永续海洋环保 所以是有波浪型的 那后来觉得太高可能对年龄高的人不适合 所以别人变平的 材质最重要是晚上 它的灯光打得会非常漂亮 那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品牌在基隆月印共荣更好 给我们更大的信心 因为他们的对产品的用心完全显示在这个上面 也代表我们新团队的努力 过去在林佑昌市长任内 我跟张前议长共同争取综艺路整瓶 还有陈黄茂地下道的改善 那现在谢师傅接手以后 透过公司协力企业任养 把我们的后车艇改善得更舒适更完整 也让企业有广告的空间 也让我们市民有更舒适的等候空间 我想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 希望未来市政府或是我们市议会 可以争取更多的企业资源 来让我们的一些公共设施 可以维护得更好 让我们市民可以在等候车的空间 可以更舒适 今天这个活动真的是 就是所谓的共襄盛举 我们基隆市有很多的后抽亭 那如果经过像类似这样子的美化之后 我想在等车的民众 也会舒服 而且让所有的这个经过的人会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视野的一个美化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 尤其有这么好的这个企业团队来 维护这个后车艇 我想这个将来我希望说 能够有更多的企业能够来做这个工作 那这次Lazos 来共同打造基隆的各项设施 希望共同提升基隆国际港都的质感 让基隆变得更好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李亮杰 基隆报道